现在我们有三亿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而十年前我们的冰场还不到一百块 就连我们专业运动员训练可能还排到后半夜凌晨进行冰上训练 但现在的运动员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因为据我们了解 现在我们室内冰场已经达到了一千四百多块 改变的还不止这些 原来我们在训练场上只能听到东北话 但现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口音 都会在训练场上毁荡 那作为一名运动员 我们会把自己做好 让更多的人了解冰雪运动 我们看到南方的城市 炎热的城市 看到小朋友们也会在冰场上起舞 在雪场上驰骋 身为运动员 我们在四川绵阳 看到小朋友们在滑冰 他们动作很标准 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 说是看了我们的比赛 喜欢上了短道速滑 喜欢上了滑冰 看到他们在冰场上享受超越冲刺 我觉得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那么我们祖国未来一定会踊跃出一批更优秀的冰雪人才 身为运动员 我会在赛场上继续为国争光 同时也会做好冰雪推广工作 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迎难而上 追求卓越 为体育强国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 雪季马上到了 大家准备好雪板 穿好雪服 欢迎大家来吉林滑雪 请不吝点赞订阅